小白油品品质二手自营商城 春节不打烊 春节不打烊 春节我们也不打烊 手机和配件都照发不误 系统手机回收现在也正式上线 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高价回收 小程序搜索小白油品即可上车 小白油品只为价值买单 大家新春快乐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不知道多少期的小白特评 今天这期视频又是我们三个一起跟大家聊 这期视频是我们2018年小白特评的年度最强的评选 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在我们的小白特评微信公众号 做了一个投票 投票人数包括文件新 包括我们公众号自己 有超过一万多人参与我们的投票 并不是几百人 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们列出了几个榜单 打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期视频我们三个主创人员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数据是我们三个每个人先选出来一个 然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结果 最终我们讨论一下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讨论出一个小白色评 2018年度最强机榜单 最后一个环节我们还会选出 我们自己最喜欢的 也包括视频前的你 这个高中低档三台机器 作为我们2018年度小白测评的一个总结 好了不客观真体验 小白测评2018年度最强机评选 马上开始 OK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王炳 是吧 大家都认识我 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 请取关 大家好 我是挨打的狗蛋 看我的面具 你应该认识我了 你上一只狗头 你这只狗头头 你这只狗头头 大家好 我是老张 很多小白都认识我了 但是有个小白都认识我了 他们都叫我拼多多马云 拼兮兮吧 马云 OK 那咱们就从第一个榜单开始了 在时间节点上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是农历新年前 2019年1月份发的机器 也全都算了 好了 咱们就从第一个榜单开始 小白猜明2018年度 最强真香剂 从狗蛋开始 哎呀 那我当然就选他了 坚果阿姨 尤其是白色感 为什么 因为上一次咱们 因为选坚果阿姨 被关上了轻枯损的帽子 没有没有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就在于老罗呢 这个公司啊 对吧 快换名字了 哎呀 这个作为老罗 最后一款机子 我觉得我有必要支持一下 你这是情怀支持 对对对 那你正经选 是谁选哪个号 正经选的话 哎 我要什么 哈哈哈 不过最大的问题 还是这个屏幕 太受得了 如果屏幕没问题了 真的是年度最强真香剂 我自己选的话呢 我应该比较纠结一下 魅族16P 还有V20 因为魅族16P 本年珠的时候 这性价比真的实在是 太高了 而且各方面的表现 也都非常不错 V20呢 我全合一下 那我还是选了V20 我觉得各方面还都是OK的 年度最强真香剂 那我再闻一下哪个最香 串味了 一个都闻不出来 其实年度最香剂呢 我觉得就是我手上的台 鸿鸣到的气了 1000元的售价 基本上2000元之内 没有什么对手 你给你这660的处理器 你不要睁眼说瞎话 睁眼说瞎话 其实真的是1000块钱的手机 能做到这样的质感 可以上次 男女同用老少同吃 真的 鸿鸣到的气 值得拥有 OK 我们三个都想完了 来看一下大家的投票结果 美族16 获得支持率是34.95% 咱们认同这个观念 我觉得可以了 看没油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我觉得我做一个妹妹 这个节目我觉得很正常 开始之前还说自己是华硕粉 马上就倒戈了 下一个网站是 小白色评2018年度最强游戏手机 我觉得这个争议应该会比较小 我先来说 我肯定选ROG 这个鸡血版的845已经没谁了 那我玩游戏的话 我肯定选ROG嘛 其实我是个滑速的 我家里的猪猫 刚才还没都是滑速 刚才还说自己是没油 好 你说年度最强游戏手机 但是我一看下来 今年也没发几款游戏手机 我觉得让我选的话 我肯定选择黑沙黑漏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冬天 冷啊 黑沙黑漏上来56度 54度 妥妥的既能玩游戏 又能当男生宝 正经点 正经点的话 那我觉得今年的游戏手机 那就是红毛骂死了 真的表现特别好 温度发热也不算高 而且价格也没有RG贵 RG真的是太贵了 不够亲民 搬家之眼 由信仰就可以了 要什么价格 而且真律确实表现稳 是不是 好 我觉得是红毛骂死 OK 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选择 54.74%选择了华硕败家之眼 RG确实这个最强了 第二名竟然是黑沙黑漏 没有 红魔 红魔是第三名 17.81% 最后一个是雷蛇 还有雷蛇 雷蛇 雷蛇还获得了4.58%的 好 那么这个是最没有争议的 就是RG了 下一个小伙伴 2018年度最强性价比手机 刚才老张说这个和真相机是不是有点冲突 这不是 这个性价比在价格上区间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性价比老张也选了Note7 所以我选的就是这个 老张还没选的 老张真相机选的 对真相机 没事 我选这个对吧 同样是660 它的手感无论是这个做工 那当然是秒杀好几劲的 这个手感这个做工我觉得性价比非常出色 我选价的时候确实很便宜 1500块块钱 真的真的会宝贝 164了 对对对 对我觉得Note7能打的就只有它可以对方 最具性价比手机的话 要我选的话 我会选择小米8 我觉得上半年的话 845的旗舰手机它是最便宜 到现在845的旗舰手机 它降完价之后也是最便宜的 我跟GYL一样的 我推荐也是小米8 但是呢 我跟它的理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你看 2000块钱就能买到1万块钱的外观 那就多划算了 所以说最具性价比的就是小米8啊 大家是开玩笑的 其实小米8是最便宜的845真的是 本来它是2299就已经非常便宜了 结果它又降了200块钱 可以了可以了 直接买了 所以说这个平价比它挺高的 那么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选择 哇这个战况非常胶着啊 先说小米8我们选择最多的啊 是25.63%的小伙伴 选择了小米8 1 4的小伙伴 感觉挺多了是吧 还有就是跟它的竞争对手 老对手魅独16啊 是25.41% 但是它不是第一 它俩都不是第一 它俩竟然不是第一 第一是26.68% 红米Note7 确实这个在千元之内 我觉得是可以的 OK下一个小白色评 2018年度最强拍照手机 我觉得这个争议应该也会比较小 对吧 大色评是我选的 我当然是 没办法是pro了 它确实无论是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会最稳的 而且拍照的效果也确实最好 没有什么理由不想它们 那么我肯定是下的 那是不容易 因为我不光是拍照方面 我觉得在各个方面 今年如果不出那个屏幕问题的话 国产手机之光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吧 是的 然后它用的是iPhone啊 不是 不是 你们两个都选完了 我选啥呢 其实我也想选这个 但是都被你们两个选完了 那我就加一个 我选MAT20 Pro和P20 Pro 其实P20 Pro现在也降价了 价格也挺低的 老张是资深性价不恐怖 它什么东西还在赞个吗 我跟你们讲啊 老张刚开始拿X23的时候 广角也就 我一定要这个手机 这个P20 Pro一出呢 X23再也没帮我 因为它有长焦广角和标准镜头 基本上以后很多手机都会上三色的 因为你想通过软件算法来实现广角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不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所以啊 老张就是个洗天就的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人啊 OK 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选择 小伙伴们的选择跟咱们也是一样的 超过一半的优户53.59%的 选择了华为Mate 20 Pro 第二名还是真的选择了这个P20 Pro 第三名有一点点小意外啊 第三名竟然是Mate 16 Plus 6.02% Mate 16 Plus上了好几次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三星Note 9在咱们的拍照测评那边 表现也非常好啊 但是选择只有5.21% 257票选择了 三星Note 9 要给他证明一下 其实他整体拍照环节 其实综合表现非常稳 对 非常稳 三星的手机 无论在各个环节 都是表现最稳的一个 OK 下一个是小白测评评 2018年度最强设计手机 那其实老张这个理由说过了 我选小米8嘛 那个 其实你们如果关注小米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 小米刚出一代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没有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 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 别人的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吗 这 这一看就是最好的设计 这个都已经调下了一年了 饶过它 正经点 正经点的话 其实我个人喜欢ROG 真的是 ROG的贝壳的那种设计 那种不对称的想法 其实我非常的喜欢 而且整个散热结构也做得非常的好 我这个人其实对内外的设计 都有讲究 所以整体ROG的设计让我最喜欢 我选择最强设计的话 我会选择FUNDX 这个我在不止一个地方 比较难过我的观点 我觉得FUNDX在哪找一下 找不着了哟 FUNDX不管是工业设计方面 还是外观ID方面 还是今年这个 跟魅族的UI设计就扯上了一些关系 是吧 这个从内到外 包括机械结构 我觉得都是 非常漂亮的一台手机 这一点 我跟巨龙有一半是一样的 就是年度最强设计手机 我给两个 第一个就是FUNDX 因为它确实代表着科幻未来 你说这个东西拿出去 握靠 你别撑影吗 你别撑影吗 兄弟 拉一下 人家这个是 但是这个手机真的很容易碎 这个手机我用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带着磕 不小心掉桌子下面了 然后就睡了 然后第二个我推荐的就是 VuorNet双屏板 这个手机我前阵子也在用 看微博小伙伴应该知道 真的特别玄乎 当我一拿这个手机的时候 就拼你都在问这什么手机 所以说这个手机 其实设计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它真的很玄乎 那我问一下 那NubiaX就怎么看了 它背壳的那个 屏幕完美的隐藏在背后 几乎看不出来 你觉得这个设计不好吗 NubiaX是留给最强 暖手宝的那个环节了 我也不想干什么 OK 第一次47.33%的小伙伴选择了它 第二名有一点点意外 又是Mate 16 Plus Mate 16 Plus 16.23%的小伙伴选择了Mate 16 Plus 第三名是华为的Mate 20 Pro 有14.16%的小伙伴选择 也是挺好看的一台手机 背面确实非常好看 尤其背后工艺手感特别好 真的你都不熟悉 狂光时刻非常 可以了 天堂打烈 只要跟你说 你们要是用的这台手机 也都不怕冷的 背后一大浴挖看着吞脑 OK 下一个是高中低档手机 各选一台 首先是入门级别 0-2000元档位段 我还是选这款 真的 因为我毕竟是妹粉 而且其实实体后面镜用起来 比虚拟后面镜用的好太多了 内途实物 我这里选择是坚果的Pro2S 虽然说坚果有点是吧 这个现在命途多船 但是我觉得710的机器在这个价位段 各方面设计 我都会选择坚果的Pro2S 0-2000元价位嘛 那我就选一个1000的和一个2000的 就一个 你不要每次都选两台 那我还是选择我手上这台 红米Note7 你都推荐三遍了兄弟 你收多少小米的钱 收钱 老张你这不符合我们是米黑的身份 好产品 他就是知道推荐 他确实好 OK 你说我推荐还干嘛 是吧 好 一会去接下工资 看一下小伙伴们的选择 还真跟老张是一样的 零件2000元单位 第一名是27.1%的小伙伴 选择了红米Note7 第二名是魅族的X8 你这怎么为什么没选择 魅族X8 对啊 你不是没有吗 14.91的选择 他做工不行 他做工太浪瘦了 OK 下一个是终端单位的 终端单位是2000元到4000元 魅族16P嘛 我现在用的主力机也是魅族16P 我觉得各方面而言 除了魅族因为人才流失的系统问题以外 整个手机绝对是 这个价位端绝对是最好看的 我觉得个人最好看的 尤其是背后的圆形换形灯的 闪光灯我特别喜欢 OK 在这个价位端呢 我选择的是我们今年性能大横屏的王者 还就是第一名啊 选择的是1加6T 我觉得1加6T的 这是1加6 这是1加6T 这是1加6T 我自己干错了 这是后置指纹 是吧 我选择的是这个1加6T 我觉得性能方面 还是我比较看重的 什么 你上一期视频说 他都没有什么那个个性 但是性能 我参考了那个20万英诺两文打开时间 我觉得他没有叮叮 呸 没有登顶我就不选他了 没有叮叮 但是性能大横屏完了之后 人家又是第一 我觉得在性能方面我开始非常看重 这个环节我跟他俩推荐就不一样了 他们之前一直说我的性价比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4000年加为段 我推荐的是R17 Pro 4000年加为段 你看这个颜色 这个背面 当时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手机的时候 就一见钟情 这是4000多的 这手机4000多 哎呦 是加几百块钱无所谓的 OKOKOK 你都到4000了 你愿意不愿意 他的最大的 我让我推荐的点就是35分钟充满 他只是一个710 就是因为他有35分钟充满 他直接溢价1000 你行你也上呀 是不是 确实很屌 这个我就要说了 老张 一开始选的那些机器你可能看不出来 从这台手机能看出来 老张绝对是一个内心闷骚的人 X23那台机器他用了很久他超想 也是一个闷骚的人 对X23他也很喜欢 对这两台 工作室最烧的两台手机 看看小伙伴们的选择 第一名是Maiso 16 Plus 跟狗袋选择的是一样的 确实性价比也非常高 设计也比较好看 第二名呢 是1加6T 跟我选择的是一样的 NIC3今年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无论是从系统优化上 还是从拍照上 小米这边都是OK的 下一个价位段就是4000往上了 哎 要是选1万块钱以上的 不要1万 4000往上 4000往上1万块钱也是嘛 对吧 像我这一旦是成功认识的 我肯定选微图嘛 现在没钱嘛 我的选择呢 在这个价位段 安卓机的话 我选择三星Note 9 我觉得是最稳的 虽然说我用的是这个 但是我是被生态绑架者 三星Note 9 要是我推荐的话 其实4000元以上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你看中哪个就买哪个就行了 绝对不会差 你喜欢哪个 我喜欢哪个 我喜欢哪个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因为拍照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16毫米到81毫米 相当于随身带的上大三元 我肯定选这个 但是我肯定不买这个 我肯定为什么 算了 太贵了 太贵了 OK 咱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选择 跟老张选择是一样的 华为Mate 20 Pro获得了42.63%的支持 第二名呢 这个iPhone XS Max 17.18%的选择 第三名是有一点点的小意外啊 有两台 三星Note 9 6.38 Find X 6.08 还是三星Note 9吧 这两台手机 OK 这个就是我们各价位段的选择了 2018小白测评的年度最强机评选 我们给大家打一个标格 我们都认同 基本上都认同这个小伙伴们的选择 小伙伴们的选择 就是大家选择 群众的眼睛都是血量的 不可能 全部都有 咱们评选都选完了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加一个年度最坑爹手机呢 最好的选择 选一个最差的 对对对 我觉得有必要 我觉得我这个有点不太敢说 我从国家处理下来 又说我 那我选这台好了 iPhone XS Max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太低了 在降到一万块钱以内也太不值得买了 现在它已经好像是渠道价隐跟是一万以内 你选择这个是吧 而且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iPhone XS它还没有双卡 那苹果明摆着就逼你买贵的嘛 XR有双卡 可以买XR 可以买XR 太糗了 可以买XR 外观驱动型 好 最终选那个 我选择的就是NobiaX 因为NobiaX这台机器我觉得有一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而这台机器虽然说隐藏的双屏非常好看 但是我觉得这机器各方面优化都是非常差 无论是在发热方面还是在系统优化方面 因为今年这个性能大横屏的时候 红膜MAS也是Nobia的手机 它是夺得了我们的第二名亚军1加6T就是它了 而且游戏方面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它们对自己的这个当家旗舰NobiaX这个优化确实是 当然我们测评也说了就是没有完成电爱手机就已经发布了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半厕的 你这玩意器真的是我的 对这个机器虽然说设计方面还是挺好看的 而且比较小 操卖也比较好 但是优化确实是有点差 我会想做NobiaX 我选择的年度最坑底的手机 估计你们心里应该都知道了 那就是这台小米Play 你不是收小米钱了吗 刚才说我收小米钱的人都在哪 你看 然后这两个手机发布好像仅仅10个一个月有没有 一个月不到 小米今年真的是杀低800自损1000 年度最具性价比手机和年度最具坑底手机 都是一家的 OK 那么我们的年度最差的手机 就我们个人选择的最差的 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走一波弹幕 你觉得年度最坑的手机是哪个可以走一波 好 咱们等一会儿 等三秒钟弹幕上来之后 咱们再说一个就好了 3 2 1 好 现在在走弹幕 你认为年度你最想买的手机是哪个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弹幕 3 2 你等我们也看不到 我正在看 别吵 我正在看 好 OK 弹幕已经差不多走完了 今天我们的小白测评 2018年度最强机评选榜单 已经跟大家说完了 我们三个主唱人员讨论 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测评过手的这么多机器 还有就是大家的投票综合得来的 我们也比较认同大家的选择 OK 这个就是我们农历新年前的倒数第二个视频 我们还会有一期视频 就是我们的小白测评年度大数据 我们在一年之中都干了什么 集中为大家汇报一下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 每日新鲜资讯 每日语音 我们每天六点在这和你聊天 还有就是数据库 把我们的最新更新的这些手机测评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全部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 想看数据直接去数据库 微信公众号的数据库 即将更新 红米闹闹闹闹的数据 年前的最后一个了 新能打横屏的表格 大家多看一看 我已经快撞到吐血了 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 OK 我们三个人的微博已经给大家打出来了 然后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个关注我们的微博私信或者评论就可以了 好了 干部多批玩手 一起来说 一起来说 不客观 呸 321 不客观 终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这边齐了吧 这边齐 这边齐 点赞打扫投影币 假搜查 3 5 4